亚洲的印度跟巴基斯坦 最近空气污染相当的严重 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河 甚至一连好多天都蝉联了 全球空污最严重的城市 而中东的伊朗 最近空气污染也很糟糕 首都德黑兰AQI指标 甚至好多天都达到了危险等级 根据统计 德黑兰每一年死于空污的民众 就有超过两万人 而且人数还在持续的增加 方言望去伊朗首都德黑兰 到处灰蒙蒙 能见度相当低 走在街上 大家几乎都戴上口罩 从十一月中开始 德黑兰就遭到严重埋害 AQI空气品质指标 有多天超过一百五十 达到对所有族群 不健康的危险等级 官员为此向民众道歉 当局前几天还宣布各级学校暂时停止上课 并呼吁民众避免不必要的交通往来 但有民众认为这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 民众认为政府因加速太患老旧车辆 尤其是数百万台老旧的机车 同时提升公共运输量能 有的官员将空污问题甩锅给西方 强调是西方的制裁 导致伊朗无法取得空污管制的相关科技和设备 但民众无法认同 并要求官员确实负起责任 刘勇伟编译